夏秋是野生蘑菇的生长旺季 有些人为了尝鲜 会随意地采摘一些 回家来做菜熬汤 这不在东营 有人就因为吃野生蘑菇 进了医院 近日 东营市人民医院报告称 收治了三粒误食野生蘑菇 出现头痛症状的病人 为准确判断毒蘑菇种类 确定毒素 指导对症治疗 东营市疾控中心 第一时间联系了 省疾控中心的专家 是在辽和市场对面的草丛内 采摘了野生蘑菇 初一好奇就放到嘴里尝了尝 大概一小时之后发病 出现了头晕 头晕胸闷症状 然后自行到人民医院去就诊 经过催吐洗胃输液治疗后 现在三名患者症状得到了缓解 夏秋是野生蘑菇的生长旺季 有些人为了尝鲜 会随意地在地里采摘一些野蘑菇 回家做菜熬汤 结果尝鲜不成 反倒中了毒 常说的 穿鞋 戴帽 穿裙的蘑菇 不要采摘 因为有菌盖 菌环 菌脱的蘑菇 多为鹅膏鼠 而鹅膏鼠的蘑菇 大多都含毒或者剧毒 但没菌脱和菌环的蘑菇 仍然有毒 如剧毒的肉者灵环 饼菇和毒粉者训 都没菌环和菌脱 由于野生蘑菇种类繁多 含有的毒性成分不一 有些毒性极强 一旦中毒 死亡率很高 非常危险 快速有效的识别蘑菇 是否有毒的方法 不盲目采摘野生蘑菇 才是预防和控制毒蘑菇 中毒的关键 我们要树立 不采摘 不受卖 不食用的观念 日常可选购 人工栽培蘑菇食用 据介绍 目前世界上 大概有1000多种毒蘑菇 我国目前发现的 有400多种 最常见的有 大清折散 欧式鹅膏 辉花纹鹅膏 肉鹤林环饼菇等 其中 肉鹤林环饼菇 在东营地区非常常见 致死率也非常高 万一物食蘑菇 应立即大量 饮用温开水或吸盐水 把手指或牙刷饼 等身体验补催吐 同时尽快送往 最近的医疗单位 进行催吐 洗胃 倒泻 以尽快排除毒素 就诊时 最好携带剩余蘑菇样品 已被进一步明确诊断 请不吝点赞 尽快天